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Bruce 又到了我們宴房的時間了 今天我們來給大家 來一個 簡單的講解 我現在在宴一套全新的房子 那 現在在屋頂上面 想給大家介紹一下一些屋頂的基本常識 還有你的這個 排水溝的這個 基本的小常識 我們來看一下吧 我現在站在屋頂的上面 你可以看得到 這是一個全新的 房子 我們先講一下這個 exposed nail 這是新房子 蠻常見的問題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邊是 屋頂 但是你看 它在頂端的連接處 它要有這個 釘子把它給固定住 所以你看它像這種 釘子呢 你打釘進去以後 你必須要 打膠 不然呢 現在是沒有問題 但是隨著這個時間一過 因為你看水這樣進來的話 這邊不是有洞嗎 水就會卡在這裡面 然後這個釘子 會容易生鏽 生鏽了以後 水就很容易就 滲到屋頂的房間裡面去了 所以 這個新房子是沒問題 但是你房子過了五六年以後呢 這種情況 漏水情況就會發現 那這種情況 發現的時候呢 你的保修期已經過了 OK 所以打膠是很重要的 另外我們來看看 這裡是屋 屋頁邊邊的打膠也是一樣 你看 它打膠沒有打得很確實 輕輕抹一下 釘子這邊還是露得出來 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打的OK的 這個就是 沒打好的 這邊也是 你看到嗎 可以看到亮亮的 這些都是表示什麼呢 這都表示這個釘子 需要打膠 打膠了以後呢 才能避免它這個 生鏽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它有分 屋頂 頂端邊邊的地方 我再拉近一點 給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到 有孔 這個我們叫做 Ridge Van 它是在什麼 在屋頂的最頂端的地方 是作為通風的作用的 為什麼我要說 是通風的作用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房子的下端 底下這裡叫做Soffet OK 這邊呢 它都是有通氣孔的 所以說是大家都知道 熱空氣會往上走 所以冷空氣這樣進來 進到房子裡面 然後再從上面這樣出來 所以這個房子是有一個 透氣的循環 OK 另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Garter 排水管 一般來我們講 我們最常見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 它的這個 排水管 Garter 並沒有完全的 固定在這個上面 Futureboard上面 所以說 沒有固定好的話呢 它這個水滿了以後 比較重 它有可能就會掉下來 另外就是 你的這個 屋頂 是不是要確認 是要放到這個Garter的地方 不然雨淋在上面 這樣下來的時候 如果這個沒放好 這個藏過於這裡的話 那這個Garter的作用 就沒有了 所以 這幾點都要注意 另外就是 你可以看到 它的支撐 現在新的Garter的這個支撐 都是這樣子掛勾 掛在上面的 OK 所以 有這樣掛的話 它就會 很穩固 就 基本上不會掉了 另外 我們常常看到 你可以看到 它的這個Garter 它這個不是Steamless的 它這個中間呢 是 兩片接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常常要看 就是 Garter如果 邊邊出會漏水 這都是什麼呢 裡面 看這邊打了這麼厚一層膠 對不對 就是怕 裡面的水 也積滿了 然後從這邊這樣 底端這邊漏下去 所以說 Garter打膠 如果你發現你家裡的Garter的邊緣 轉角出的地方 就開始在漏水了 這就表示什麼呢 表示你這些膠 需要再重新再打了 OK 今天天氣不錯 好 好 那我們今天的 小教室就到這裡 給大家 補集一下這個 屋頂的知識 如果大家 有什麼其他的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我的這個 留言板上面留言 我是Bruce 我們下次見 別忘了記得訂閱按讚 拜拜